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缓慢的交易和平稳的汇率变动会限制资金的转移 美元日元下跌45个点 随后从日低点上涨 中午红色部分仅略微显示 成交量很一般 情绪为看涨 大部分预测汇率走高 下跌过程中交易者面临风险 但尾盘上涨也提供了机会 英镑日元10点钟后下跌至低点171.62 但随后的上涨恢复了部分亏损 成交量极低 情绪为看涨 多投为19% 汇率下跌随后上涨 表明交易者拥有机会 但也面临风险 欧元日元早盘中继续下跌 但随后从日低点上涨 中午红色部分显示为0.19% 交易一直比较被动 成交量极低 情绪为强烈看涨 多投为50% 下跌之后激增 为交易者带来了机会和风险 但低成交量会限制资金的转移 以上内容为本周五的五盘快照 同期数据每小时更新 敬请关注